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哈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节目刘世杰时间 我是主持人刘世杰 美国在前几天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 美国的联邦法院大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 她不幸因病过世 那么这个事情就发生在美国今年2020大选前的44天 还是45天 所以引起美国的政坛的这个相当大的震撼 那美国总统Trump也在这个时候去表达说 他会在这几天应该是下个礼拜的时间去提名 一个新的继任这个所谓RBG大法官的人选 那么我认为在台湾去探讨这个事情 其实蛮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台湾在这两年通过了这个性别评选的法案 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的国家 那么台湾在过去也在不管是性别平权 等这一块领域也走得很前面 在整个亚洲来说 那么我想台湾也有许多人是这个 刚过世的这一位美国RBG法官的粉丝 那包括在美国他们这个国家内部 其实很多人都对于这个RBG 这位大法官在生前所展现出来 对于性别平权等等的努力 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甚至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部纪录片 叫做不恐龙大法官 就是在描述这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那么我们要谈这个议题 当然就是找一位女性来谈是比较合适 今天节目非常的高兴 请来一位我个人在过去非常敬仰的一位 很年轻的社会运动工作者 他目前的现职是社团法人台湾防暴联盟 他在这里面工作 但他有一个更特殊的一个工作的背景 是他也是美国有一个暴力防治组织 叫做Authuristic 他这个中文好像翻成路人甲 或者是Green Dot绿点 这样的他是这个组织 台湾唯一的培训师 非常的了不起 我们待会也要请他来谈一谈 到底这个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好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节目就以热情的这个掌声来欢迎 怡飞 怡飞你好 Kurita你好 嗨你好 Jerry好 这个很少有来宾可以让我介绍那么久的 这个实在是有点这个觉得很很钦佩 那我跟怡飞是上次有一次在一个算是一个social的场合 然后认识嘛 那当时就觉得他蛮特别的 那今天节目就说特别邀请他来谈一谈 就是说可不可以请这个怡飞先跟各位在中国广大的听众朋友先解释一下 我刚刚说你是这个autoristic这个所谓green dot或是路人甲这个组织在台湾唯一的培训室 这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啊 这个是基于因为台湾在在这个家暴或者是叫做性别暴力仿制已经二十几年嘛 那体制已经很完整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家暴发生我们打这个113或者是找警察 然后这个等于是法治司法体制已经对这个东西相对关注 可是我们就是缺乏往前推去做根源的处理 比如说教育或者是预防的培训 就比如说你听到隔壁万一有家暴事件你要怎么做 就是像这类的事情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 其实我们其实不敢出手去帮助别人的 那这个绿点他就是在做这样的培训 嗯哼哼了解 这个据说这个训练当时在美国要受多长的训练 呃基本上培训师是上四天的课程 四个整天的课程 在台湾有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吗 呃台湾有台湾有一部分人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知道也都大部分是在相关的安全网络里面工作的专业人员 嗯哼 但是比较少人就是真的很把这个Green Dog这件事情当作是 呃一种生活态度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项目吧 嗯哼 嗯哼哼对这个真的蛮特别的 然后你现在也在这个台湾防暴联盟 这算是你你的专场啦 就是你现在所熟悉的领域嘛 是 那你在工作上做这个所谓NGO大概做几年了 大概五年 五年我一直很亲密在台湾做NGO的人呗 是 你们跟中国做NGO的人会交流吗 呃会但是机会其实比较少 嗯哼 我上次去我我有一个在中国做那个环境 环境NGO的朋友哦 然后他刚好在人在台湾 我们一起去吃饭 然后就在聊 他就说这个中国NGO现在整个在中国从事NGO的这个空间 被紧缩到一个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程度 是 像 嗯 你说你说 像去年我们去美国 那我们同团的就是有十五个人 嗯 那大概就是有十 十位吧 嗯 嗯 反正十五位里面只有三位是台湾人 然后三位是香港人 其他都是中国的NGO的 嗯 就是伙伴 他们也是在讲说 就是他们其实在 中国就是做这个NGO其实非常不容易 然后非常的小心 就是可能有很多这个 红线都不能够去跨越 不然后来这个动作可能要砍头了 就是说你这个批评党 就可能要砍头了 嗯 所以这个 我是蛮佩服在中国做NGO的人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做这个事情 环境NGO已经相较来讲是比较不那么敏感的 就比较中性的一体 比较中性的一体 嗯 那但是我想 中国应该也很多这种所谓做性别平权的NGO 是 特别是像我知道这个 其实去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文合法国家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中国的同志朋友都蛮羡慕的 是 他们一直很希望能够从匪区来到自由的台湾 对 不过当然这个也希望 因为我一直认为台湾在不管是民主啦 人权言论自由 性别平权等等这些普世的价值 在整个亚洲都走得很前面 那我想中国的朋友们也都看在眼里嘛 对 希望他们早日能够去享受到一个身为台湾人的骄傲 那今天我们我们今天其实要谈一个 其实我相信在这个礼拜之前台湾知道这位大法官的人应该不多 第一他的名字很难念 就是Ruth Bader Ginsburg 不是那么好念 这个 但是我想有在关注美国大法官的状况的朋友 大概都很敬佩他 是 我们要不要先破题一下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先讲一下 你对于这个Ruth Bader Ginsburg的了解是怎样 你说她的生平吗 对啊 就是她有在哪个程度上去inspire你吗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 我其实也是从2018的他的那个纪录片知道这个人 要不然这种法律或者司法的题材 我其实比较大部分都比较生硬啊 所以就比较不会触碰 然后本来没有预期他其实是要述说他个人的太多的故事 不过看了之后就觉得 哇 他真的 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最厉害是他用了一种approach是 通常在我们在讲性别的平等这件事情的时候 比较不会像他那种方式去做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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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譬如说 他是即便是身为一个大法官 而且是众多的这种在美国这种白人男性 嗯嗯嗯嗯这个权力比较高的位置里面他是作为一个法官 嗯嗯可是他对于他的孩子家庭还有婚姻 他都还是保持着就是一个不错的状态嗯嗯 不错的状态是什么意思 不错的状态是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个在性别平等工作里面做的一位女性 通常他也都要承受很多家庭里面的可能是压力 嗯嗯或者是因为带小孩而失去了很多呃他在工作上面的表现 可是他完全就不是那样子嗯而且他是呃他不只在工作上面的表现是就是超出一般我们就是女性可以做到的嗯那种优异 而且是丈夫是完全支持的嗯嗯嗯嗯对他其实他的学历非常的优秀是原本早期是哈佛法学院 那后来去哥伦比亚大学去读这个法学院所以非常的厉害 那当然他刚因为早期其实美国有蛮严重的性别歧视那他早期在就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我们说隐形的天花板 那纵使说当时他求职的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给了他一个推荐函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那不过我想他这些早期的就业的不顺遂到后来 他有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包括前总统卡特嗯我看到他这两天其实卡特这个 这个前总统或者是呃 克林顿前总统都有针对 Ginsper过世的事情表达他们的哀悼之意哈 好我们节目到这边稍微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稍微来 谈一下说到底Ginsper这位大法官在美国近代的司法史上他所扮演的角色 不限的爱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 at 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刚刚谈到这个Ruth Bader Ginsburg 他的一些早期的一些生平 那我们在继续谈之前 我跟各位这个听众先update一下 就是美国大法官 实际上是九位嘛 是九位大法官 然后他们目前的状态是五比四 也就是说是五个保守派跟四个自由派 那Ginsper就是这个四个自由派之一 那现在因为他过世了 所以就变成是五比三 那过去虽然是五比四 但是说老实话 在很多重大判决 因为他们的这个院长 其实虽然被归类为保守派 但是他很多判决 很多在投票的时候 也是支持所谓的自由派或进步派 所以实际上很多东西 事实上是对这个进步派或自由派是有利的 但是现在Ginsper他过世了 那就是所谓的五比三的状态 那美国总统川普他就说 他会去提一个新的女性保守派 那如果到时候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之后 那就会变成是一个六比三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美国人就有很多关注 包括这个性别平权的 或堕胎权的 就很担心说那以后是不是 因为其实美国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的 那所以提了之后 他就是要做很久很久很久 其实包括刚过世的这个Ginsper他也是一直做到最后一刻 他事实上他有蛮多次去战胜并魔的 所以在美国里 他们是非常关注每一位大法官的任命 因为一旦任命之后就是一辈子的承诺了 那因为现在距离选前 距离选前大概是44天 那有人就说川普你不可以提 因为他们说根据过去的统计数字 一个大法官在从提名开始到最后 这个正式通过 他们说平均要花69天 但有的长有的短 他就是要花69天 这是我今天读华尔街日报他写的 那现在你选举只有44天 所以你怎么讲就是说太赶了吗 但是有人就去问这个川普说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你要不要等到总统选完 如果你有选上的这个有成功的连任的话 你要再提吗 他只回了一句话 他就说如果民主党在我现在这个位置 他们也会提 其实这样讲也没有错 我想是大概这样子 anyway那反正就是说 听起来目前看起来就说 川普大概会在下个礼拜会就去提名 那参议院的这个马达隆这个多数党领袖也说应该就会表决 那他也是共和党的 所以感觉起来通过的几率蛮高的 所以可能预期美国的大法官未来会会会逐渐的 也许如果说就是会逐渐走向更保守了 不过我想美国还是一个蛮有制度化的一个国家 因为像这个Ginsper在过世之前 他跟另外一位大法官 一个是自由派 一个是保守派 好就是立场是南援北撤 但他们都非常喜欢看格局 他们会一起去看格局 所以其实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就好像台湾蓝绿两大党可以一起去看棒球 这种感觉 好那个还是要让怡飞多讲一些话 就是说你要不要再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个Ruth Bader Ginsburg 哪些事情让你最inspire 他第一个是 他每一次在这种公众场合或者在法庭里面 他都非常的沉稳 这个我觉得他是他的个人特质 来自于他的母亲 母亲 因为他的母亲其实是在他很年轻 是Jewish吗?我记得 对 是他的父母都是Jewish 还是他的母亲是Jewish 他好像没有特别说 但我记得他有一个犹太人的 犹太人的 对 但是他母亲就是他 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过世 但是他母亲给予他 他说他记得的两句话 就是Be a lady 他说Lady的意思就是 不受情绪绑架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任何场合表现都非常的沉着 你说亲爱的Lady Dear Lady 就是淑女 中文翻译淑女 但是Lady的意思是 就是 就是说你要沉着的思考 而不是受那个情绪的影响 然后第二件事情 他母亲告诉他说 Be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 自主 Be a lady 跟Be independent 对 OK 对 他就说 那Independent意思就是 自己的 他搞台独 没啦 我乱讲的 对对对 就是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个算是一个 他母亲的身教 的严教啦 对啊 对啊 然后 我觉得他完全就是 那个深爱里面就是展现了这两个特质 就是所有的判决或者所有的决定 他都是非常沉着而深度思考的去做 然后独立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在她的婚姻里面 她的丈夫也非常让她做自己 然后也不会去干涉她的决定 对这个蛮特别 因为这几天 因为像Jimmy Carter 美国前总统 他当时他任命 他为美国DC 这个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 那他在这个职位做了13年 那这个是1980年的事情 1993年的时候 当时的总统Bill Clinton 提名他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那后来Clinton他事后去讲说 他当时跟这个Ginsper在见面的时候 他说他跟他谈了15分钟 他就知道是他了 就是让人家觉得 哇这非常的慧眼式英雄啊 所以Clinton也是有他的这个独居慧眼之处 所以你看从1993年 那Ginsper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一直到现在2020年 就是足足27年 所以我们说这个工作 这个job真的是一个一辈子的承诺 几乎是把他career里面最精华的那个时段都奉献给这一个职位上 那在他这么长年的工作的过程当中 然后我们来谈一谈他对于abortion 堕胎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他在堕胎这件事情是除了 他从长期以来 他对于女性权益这件事情的在乎之外 我觉得他对这个议题的在乎 更展现在他1993年 在那个提名的听证会上 他就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然后他说的是呢 就是说让女性决定是否堕胎 是对女性平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说如果你限制她选择的权利 就等于因为她 因为她的性别 而让令她陷于不利的环境 然后她认为女性应该 有权利为自己的身体做决定 而不是别人来帮她做决定的 那因为她的过世 所以自由派的人开始担心 或者是说有一些性别平等的工作者上 他在这方面是担心的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在讨论堕胎这件事情 是应该要由当事人自己去做决定的 对啊这个现在在台湾部分 堕胎是成年的话就可以自己去嘛 那未成年是要有父母陪同吗 现在 现在 好像 我记得好像是 就是说未成年好像是 是不是要有 有监护人 监护人或父母要陪同吗 我觉得她那个真意点是在说 堕胎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可以做决定 因为当初她对这件事情在意 是因为很多比如说性情 因为性情而怀孕 对 那她怎么处理 因为以前多数就是把她生下来 但是那父亲 她往后的日子 她都要继续跟这位男性 有 有 有关系吗 有 有一个 亲子 就是孩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比较多的 女权主义者比较在意的 可能是这方面的 对 因为这几天就有人在讨论说 那如果说未来Trump提了一个保守派的人 那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方面的一些判定等等 那Ginsper她的事情 我想就是说 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讲 我这几天就是我脸书上的团文成 很多女性朋友都一直去强调 她们是被她给鼓舞了 给激励 那我们的小英总统 蔡英文总统 也在推特上公开讲说 就是Ginsper去inspire to many 那也包括小英总统 自己也被她给鼓舞了 所以我想这是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 她的那一部纪录片 我记得是叫做Notorious 是不是 中文要翻成声名狼藉 对 片名好像是不恐龙 不恐龙大法官 那英文是Notorious 但是她这是一个好的声名狼字 是一个好的Notorious 是说就是大家非常地肯定 Ginsper这个人在这些性别价值上的一些坚持 说用这种字来强调 她对于这些价值非常坚定的捍卫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而且我觉得她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是 她已经岁数那么长了 就是八十几岁 可是关注她的都是年轻人 就是年轻人她很 有时候很难去听一个 比如说六七十岁的长辈讲话 可是他们却非常关注着这个Ginsper的一举一动 好像还有出她的什么周边纪念商品的 你自己有购买吗 有 那时候在DC的时候还特别去找了 你在DC待多久啊 在DC待了六周 OK 刚刚好像还忘记跟各位听众分享 那个宜飞的 你其实蛮特别 你是在英国受蛮长一段时间的教育 而且是Bermingham的大学 那边离伦敦多远啊 大概两三个小时的火车 OK 会冷吗 会 那你讲英文有英国枪吗 是有一点 就是比较也不是那么的美式 哦真的 因为我刚刚听你念那个 Green Dot念两次 第一次你念Dot 第二次你念Dot 怎么想说你到底是要念哪一个 念哪一个发音这样子 我觉得以非好像蛮特别是说 其实她原本读的是生化的背景 虽然偏理工科嘛 是 算理科太太 不是你可能还没结婚 所以就是偏理科背景 但是后来选择做这个 算是NGO 做社会运动 我觉得在台湾 这个不管是待遇啦 还有现实条件 我都认为就是 除非你真的是要对这个领域 非常的 有爱啊 不然的话 真的会饿死 你的家人有这样告诉过你吗 没有 但是当然他们还是会 concern 就是这种 就是指挨的发展啦 对啊 对啊 因为感觉这是一个 很辛苦的路啊 但是其实就是说 这个议题是 你真的可以做一辈子 哦 所以你打算做一辈子吗 呃 我不会 我不会这么强烈的说 哦 我一定要在这个领域 或者在这个议题 做一辈子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 融入到一种生活的态度 它就变成我们 呃 是不是有那样的 态度 然后看到 性别之中 或者是社会 有一些 就是比较 呃 权力不对等的事情啊 嗯 所以就让你觉得说 你应该 要 投入这个领域 然后 去做一些改变 是吗 是 好 这个 非常的 祝福 嗯 这个今天节目很高兴 能够邀请到 一飞 那林一飞 Karita Lin 她目前是 社团法人 台湾防暴联盟 在这边工作 那同时也是 Alturistic 这个所谓 Green Dot 或者是 路人甲 在台湾唯一的 培训师 那么 我们很希望说 能够 透过今天节目 分享 这个Ruth Bader Ginsburg 的故事 能够去inspire 更多 不管是在台湾 还是在中国的人 那也希望 未来能够 有更多人 去关注 不管是 性别平权 还是 跟妇女 有相关的 议题 那再次的感谢 一飞 那希望下一次 还有机会 能够邀请你回来 谢谢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